母后母后我回来了 可是我这次考试没考好 只考了60分 没事的贝儿 考60分也挺好的 来来来母后奖励你 这最爱的滑板车吧 母后再奖励你一些好吃的棒棒糖糖 还有最爱吃的蛋糕 还有这个糖果 嗯什么情况呀 我这次才考60分 母后还奖励我这么多好吃的 难道我是在做梦 来来来母后的乖女儿 不管你考多少分 母后呀都不会PK你的 因为你是母后的宝贝女儿呀 哎呀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太棒了实在太棒了 好呀贝儿 你这次考试才考60分 自己还在床上偷偷想 这段时间就不要出去玩了 好好在家里复习 平时也不准吃了 嗯嗯 原来这这这这 真的是在做梦呀 小姐姐妹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考了60分 为什么我的母后还会奖励我吗 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哎我今天太贪玩了 把衣服都给弄脏了 回家妈妈肯定会不高兴的 白雪 妈妈来接你了 你是谁呀 你不是我妈妈 离我远一点 我怎么不是你妈妈了呀 小白雪 我是你的妈妈 你走开 你不是我的妈妈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哎呀不好意思 我女儿淘气 我闹脾气呢 啊闹脾气呢 红红就好了 不是的 我不认识她 她不是我妈妈 你这孩子 这是你的不对了 生气贵生气 怎么能不认妈妈呢 赶紧跟妈妈回家吧 听见没 阿琪都说了 走跟妈妈回家去 看来我怎么说 阿琪这样都不相信我了 哎这样我有办法了 妈妈 明天我们学校招办费 需要一百块钱 你给我好不好呀 啊 这个这个妈妈 你不会连一百块钱都不给我吧 那个 我不是她的妈妈 哎嘿 你刚刚明明明说 你是她的妈妈呀 现在又不承认了 听没想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告诉我 这个人是不是白雪的妈妈呢 平安告诉我吧 哈哈 出门的时候 抓了一个白雪公主回来 白雪公主 你就好好地留在这吧 哼 我 我才不要留在这呢 救命呀 救命呀 哈哈 我今天也抓了一个贝儿公主回来 贝儿公主 你就好好待在这吧 你快放我们 这 这可怎么办呀 贝儿姐姐 谁会来救我们呀 白雪妹妹 别怕 水衣小英雄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哈哈 救那群水衣小英雄 我们才不怕呢 就算他们来了 我们来一个 打一个 咻 僵尸 快放开白雪公主他们 没想到水衣小英雄 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不过 就你一个 我们才不怕呢 哈哈 我也来了 我是猫头鱼女 又来一个早打的 哼 我才不是早打的呢 你们最好放了白雪公主他们 咻 还有我 我猫少子也来了 你们赶紧放了公主们 公主 我们要你们好看 哈哈 兄弟 准备作战 看我们 水衣小英雄的厉害 哟哟哟哟 哈哈 他们都被我们打败了 公主们 你们快走吧 谢谢你们啊 水衣小英雄 不客气不客气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一些小红星 帮我们谢谢这么勇敢的 水衣小英雄呀 孩子们 你们看 幕后给你们做了好吃的蛋糕 一人一块吧 快吃吧 阿姨阿姨 请问一下你们家 有没有包饺子神器啊 借我用用 我姐姐想给我包饺子 可是她不会包 没问题没问题 乔治 那你等一会儿哦 白雪白雪 你快去把我们家 包饺子神器给乔治拿来 好的好的母后 哎呀母后 我肚子好饿呀 那我先把这个蛋糕吃了吧 喵喵喵喵喵 嗯 真的太好吃了 嗯 这个蛋糕看起来可好吃 唉 真是 我的外流口水了 乔治 要不你尝尝吧 好好好 那阿姨 我就不客气了哦 喵喵喵喵喵喵 嗯 真好吃 乔治 你的包饺子神器给你拿来了 谢谢白雪姐姐 对啦 阿姨 你做的蛋糕可真没味 那阿姨我就先回去了 那我要来吃母后做的蛋糕了 哎 蛋糕 蛋糕怎么没有了 白雪 你的蛋糕母后给乔治吃了 我都没吃过蛋糕 就被乔治吃了 好了好了 白雪 别难过了 母后下次再给你做吧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我的蛋糕被谁吃了呢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孩子们 母后回来了 哇 母后 你回来了 母后 你买了这么多水果呀 对呀对呀 可是母后刚在超时 给你们买的水果 母后今天给你们做水果蛋糕吃 水果蛋糕 我最喜欢吃了 哎呀 糟糕 我忘记买鸡蛋了 母后再去一趟超市吧 看 白雪妹妹 母后买了这么多水果 真是太棒了 贝尔姐姐 我好想吃这个水果呀 没关系 白雪妹妹 你想吃你就吃吧 我们吃吃一个 母后肯定不会发现的 那这样吧 白雪妹妹 我们一人一半 好呀好呀 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这些水果可真是太好吃了 白雪 贝尔 母后买鸡蛋回来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 是不是贝尔和白雪 偷吃了我的水果呀 如果是 就发送小红星吧 今天我开着新买的飞机 带着白雪贝尔 去参加我家的舞会 哎 白雪和贝尔 怎么还没出来呀 王子哥哥 王子哥哥 我来了 贝尔 你来了呀 白雪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啊 白雪妹妹还没有到吗 那咱们先等等她吧 嗯 我看行 那咱们先等等吧 哎 王子 贝尔 你们这还没走呀 母后 白雪还没到的 我们等等白雪妹妹 哎呀别等她了 她生病了 你们俩去就行 怎么可能 白雪妹妹 明明昨天都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会生病呢 我 我得去看看她 哎呀 贝尔 看什么看呀 是魔后不认她去的 你去就行了 干嘛还带上白雪呀 不行 你不让白雪去 我也不去了 魔后 你不能这么区别对待呀 我不去了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母后这么欺负白雪 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可以呀 要觉得不可以的话 发送小红星 告诉魔后吧 我的白雪妹妹呀 她要从外面回来了 我给她泼了一个床 给她准备了 半满糖 巧克力 还有一个大大的鸡腿 嘿嘿 这样白雪妹妹 肯定会很高兴的吧 哎哟 贝尔 今天这么懂事呢 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哎 魔婆婆 你怎么来我家了呀 你这看 像是给你准备的吗 香香 太香了 哎呀 这么多好吃的 我得尝尝 哎 你干嘛 这是我给白雪妹妹准备的 你不能吃 什么 你给白雪准备的 不行 不行 我要全都带走 哎 魔婆婆 你不能带走 不能带走 怎么回事呀 吵吵闹闹的 母后 我给白雪妹妹准备好吃的 乌婆婆要把她拿走 什么 乌婆婆 你在这干嘛呢 嗯 我 王后 你醒了呀 我女儿给她妹妹扑的东西 你想带走吗 我 我不带走 不带走 我这就走 母后 要不是你拿的鸡尸 这些雷尸都被她拿走了 别担心 别担心 只要母后还在 乌婆婆 就不会拿你的东西 我还是在这守着吧 等着白雪妹妹回来 你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看 我给白雪妹妹准备的好吃的 有没有你们爱吃的呢 要是有的话 就评论告诉我吧 姐姐姐姐 你们在哪里呀 嗯 嗯 我找不到我的姐姐们了 嗯 嗯 哎 小套娃妹妹 小套娃妹妹 你怎么在这里哭呀 白雪姐姐 我 我和姐姐们走散了 你能带我去找我的姐姐们吗 当然可以了 走吧 我带你去找你的姐姐们 这样我就觉得安全多了 小妹妹 小妹妹 你在哪呀 快回家 姐姐们都在找你呀 哎呀 这个小妹妹到底去哪了呀 你们都找到了吗 姐姐 我们没有找到小妹妹 哎 哎 你们看 前面那个不是小妹妹吗 小妹妹 小妹妹 啊 姐姐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白雪姐姐 谢谢你 我找到我的姐姐们了 不客气不客气 你快去跟姐姐们会合吧 妹妹 你真是太调皮了 又去哪了呀 我 我迷路了 都回了白雪姐姐 妹妹 下次可不要乱跑了 嗯 姐姐 我知道了 好了好了 快排好队 我们回家吧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小红星 我们谢谢善良的白雪姐姐吧 拜托你们了 哎呀 这天都黑了 怎么还有几个小动物 怎么还不回家呀 要是再不回来 我可要去找找它们了 白雪姐姐 我回来了 哎呀 小袋鼠呀 小袋鼠 终于回来了 快回家 别跑出去玩了 嗯 好的好的 我这就回家 白雪姐姐 我也回来了 哎呀 小爸妈呀 小爸妈 你要终于回家了 快回家吧 嗯 好的白雪姐姐 我这就回家 你别担心了 哎 还有一个小青蛙 小青蛙才还没回家呢 不会是被抓起来了吧 不行 我得找找看去 来了来了来了 哎 葫芦娃 你没看见个小青蛙呀 小青蛙 没看见过 哦 那谢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 来咯咯咯咯咯 别急别急 你没看见过小青蛙呀 小青蛙 没看见过哎 哎 谢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 哎 这小青蛙跑哪儿去了呀 来了来了 白雪姐姐 我回来了 小青蛙 这跑哪儿去了呀 这么半天 怎么才回来呀 哎呀 我刚刚在池塘里面泡澡呢 泡着泡着就泡睡着了 嗯 所以现在才回来了 下次可要早点回来 不然我会担心的 嗯 好的 白雪姐姐 你别担心了 下次我早点回来就是啦 哇 妈妈 你做的蛋糕看起来可真漂亮 我想吃 妈妈妈妈 我也好期待呀 想尝尝它的味道 我尝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孩子们 现在还不能吃 我们要把它当做饭后甜点 那那好不 那我们先把蛋糕放这里 好了 我们都回房间休息吧 哥哥 要不然我们趁妈妈和哥哥姐姐姐没发现 咱们把它偷偷吃了吧 好呀好呀 那我先来尝一口 喵喵喵喵喵 真好吃 那弟弟 剩下的你 是吧 喵喵喵喵喵喵喵 嗯 真是太没味道了 蛋糕呢 蛋糕怎么没有了 麦奇 欢欢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呀 是不是你们两个偷吃了蛋糕呀 妈妈 我们没没没偷吃蛋糕 肯定是大鱼哥哥偷吃的 大鱼大鱼 你快过来 大鱼 是不是你把蛋糕偷吃了呀 妈妈 我没偷吃过蛋糕 我们刚才都回房间了 只有麦奇 弟弟和欢欢在这里呀 欢欢 麦奇 是不是你们两个偷吃了蛋糕 为什么还撒谎啊 妈妈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蛋糕是是是我们吃的 我们怕你生气 所以才撒谎的 孩子们 妈妈是不会生气的 可是你们撒谎是不对的 一定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 妈妈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学麦奇和欢欢 你一定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哦 哎呀 不好了 不好了 不知道谁把我的糖果都吃光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叔叔叔叔你快下来 还有你还有你叔叔 你也下来 还有你还有你叔叔 你也下来吧 你们都去帮我找找糖果吧 哎呀 麦奇 我是消防员叔叔 我还要赶着去灭火呀 我不能帮你找糖果 你呀 还是去找别人帮忙吧 麦奇 麦奇 我是工程叔叔叔 我的任务呀 也不是抓小偷 我要去工地上上班呢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哎呀 麦奇 麦奇 我是医生叔叔 我的任务是 食品救人 我也不能去帮你找糖果 也不能帮你抓坏人呢 你还是找别人帮忙吧 哎呀 叔叔叔叔 你们别走 你们走了 谁帮我找糖果抓小偷呀 哦 麦奇 你可以赶紧去找警察叔叔吧 警察叔叔能帮你抓小偷 那 那警察叔叔在哪里呀 麦奇 你可以给警察叔叔打电话呀 可是我不知道 警察叔叔的电话是多少呀 你可以让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帮忙呀 他们可聪明了 都知道 哦 那那那 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警察叔叔的电话是多少吗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麦奇 华华 妈妈要给你们一个任务 你们完成好吗 妈妈妈妈 没问题 对对对 妈妈 我们肯定都能完成好 好好好 那你们听好了 妈妈呀 给你们买了很多糖果 你们能不能去外面体验一下卖糖果呀 好呀好呀 没问题的 妈妈 这也太简单了吧 嗯 那好吧 那妈妈来告诉你们一下这个价格 这个帮忙糖是一块钱一个 这个大一点的呀 是两块钱一个 还有这个帮忙糖是三块钱一个 记住了吗 嗯 妈妈 我们记住了 妈妈 你就放心吧 好好好 那你们两个注意安全哦 好的好的 卖糖果咯 卖糖果咯 好吃又便宜的糖果 快来选呦 哇 有卖帮忙糖的 那我去买些帮忙糖 给小礁石吃吧 请问一下这个帮忙糖 怎么卖呀 这个帮忙糖是两块钱一个 不对不对 哥哥 这个帮忙糖是三块钱一个 弟弟 你记错了 这个帮忙糖是两块钱 哎呀 小朋友 你们这个帮忙糖到底多少钱呀 哎呀 我们记得不太清楚了 要不然我们来问问手机钱的 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帮忙糖到底多少钱吗 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